后一叠纸张得双手拿桌子放不下还要装进纸箱 这可不是废纸而是十之十负医疗险的保单 不少民众敢在7月1号改版前来投保 家保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呢很多保单到现在都还在审核中 这波保单抢买潮早在今年初 金管会宣布改革十之十负医疗险就出现了 因为改版后有实际支出才会理赔 举例来说如果小民在7月1号后 分别向A公司B公司各买一张十之十负保单 小民出车或住院医疗费十万元 A公司理赔上限只有八万 这时他能向B公司再取得两万元的理赔 无论保几家理赔总额不能超过医疗费 在7月1号之前如果以客户来讲 他如果买到三家的状况下 还有机会是可能理赔的金额会大于 他的所医药费用的支出 7月1号以后改成叫做正本的一个理赔模式 然后再加上损害补偿原则 就真的是所谓的十之十负 除了十之十负变动民众有感 还有些旧版失能险因应法规 7月1号也要下架 例如失能险的失能等级表 不得按照意外失能等级表 或是保险商品可能改成 只理赔意外失能 疾病失能不理赔 而7月改制也影响分红保单 不能夸大高分红作为话数 分红要通过流量测试等 如今规定区域严格 保险公司只能配合 而对民众来说 想保到一份高理赔的理想保单 也难上加难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